他们平凡 却从不渺小 他们不凡 只因从不言败 跌倒了 站起 失败了 重来 他们的人生因跌宕而完美 我是星月 每晚九点二十 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 有请主持人星月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 有请主角 说起合唱 您一定不陌生 在我们意想当中 合唱应该是这样 或者是这样 可是这样的合唱团 您见过吗 呦 还知道回来呢 呦 连织了一个月 工资有多少 到我单位工作 要不要 都是为你好 都是为美好 您没错 这就是号称 全国最步走 寻常路的合唱团 彩虹合唱团 他们推出的 感觉身体被掏空 春节自救指南 张氏超 你到底把我家钥匙 放在哪里了 等等审取 一经文士 便刷爆了朋友圈 每一首歌的点击率 都破亿呀 彩虹合唱团 用高雅的合唱方式 去歌唱那些 生活当中最细节的琐事 这样的反差 让他们的音乐 特立独行 与众不同 今天 我们的两位主角 也同样在用歌声 表达自己 他们坚持自我 执着追猛 歌唱 让他们的生活 更美好 去风 欢快动感 歌词 朗朗上口 百鱼手单曲 成把广场舞榜单 他们 是最与一气的 广场舞第一地方 大庆小邦 不谐谱 不济谱 不靠谱 歌谈帝王帝后 为何自逃 美谱青年 严谨唱若人大敬 柔美与汉子小方 看似默契爆表的 完美组合 又有哪些 创作理念上的 磕磕碰碰 有请本期主角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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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欢迎两位 大庆小方 你们就是传说中的 广场舞情歌的第一地团 是吗 对 通常我们觉得 场上的两位搭档 一般呢 为了默契起见 最好是情侣或者夫妻 你俩的情况啊 我们俩既是情侣又是夫妻 那我就放心了 你俩是台上扮演夫妻 其实在生活里是哥们 我们都有各自幸福的家庭 对 我有 你这大喘气啊 我刚才听你们那个唱歌 我觉得第一特别轻松 两人就能闹磕似的啊 而且感觉就是那个交流互动 特别好 你们这个特点怎么形成的呢 其实我们的歌啊 就像歌坛里的豆浆油条 就是特别的接地气 那谁是豆浆谁油条啊 你看 对啊 这能看出来了 你太油条了 对啊 我就豆浆了 有营养的 这对圣次夫妻 却不是夫妻的快乐组合 叫大庆小方 他们被粉丝 亲切地称为 帝王帝后 是不是 没太整明白啥意思啊 帝王帝后这个帝 是土地的帝 是接地气的帝 大庆小方的理想 就是要脚踏实地 一步一个脚印的 唱出让老百姓 都喜欢的本土歌曲 那么 这个帝王帝后 是怎么组合到一起的呢 其实最初 大庆一直都是一个人单打独斗 他原本啊 就是一位音乐创作人 而且已经小有名气了 为很多歌手 做过曲填过词 像大家很熟悉的 中国画 中国美 好久没回家等等作品 这些歌 甚至已经登上过 春晚的舞台 这幕后写歌啊 是个技术活 非常不容易 写出一百首歌 可能只有一首 才能被人选中 大庆一直觉得 那我那些压箱底的歌曲 太可惜了 他希望让更多人 听到自己的作品 就突发奇想 那为什么 我不找一个搭档 跟我一起来唱这些歌呢 大庆当时心里盘顺着 要找 那得找一个 高颜值的女搭档啊 那这样肯定能吸引 更多的粉丝啊 可是遇到小方的时候 大庆可谓是大失所望 为啥呀 因为小方当时特别胖 一百五十多斤 你们想 这胖乎乎的一个女歌手 这跟大庆的预期 简直是大相径庭嘛 谁承想 小方这一张嘴 大庆就立刻改变主意了 什么颜值啊 身材啊 那都是浮云 唱歌好 才是真的好 就是它了 大庆小方组合 就这样诞生了 两人合作的第一首歌叫 爱情伤了你 爱情害了我 虽然这首歌 简单流畅 情切质朴 听一遍 基本上就能让你 不自觉地跟着 哼唱起来 但两个人毕竟是 第一次推歌嘛 所以大庆和小方 也没敢对这首歌 寄予太高的期望 然而事情 就是这么的出人意料 没多长时间 这首歌竟然 火遍了大街小巷 那段时间 这小方每次开车去加油 都会听到 加油站的大喇叭里 播放自己的歌曲 急开得胜 让大庆小方 信心爆棚啊 然后赶紧趁热打铁 一首接一首的创作 可是他们就发现 这无论怎么 绞尽脑汁的写歌 都没有办法超越 这首成名曲了 就这样 一晃两三年的时间 过去了 2014年9月 一个社会话题 突然引爆网络 内容是 老公赚钱不给老婆花 算家暴 哎 这表题一下子 激起了大庆的创作灵感啊 大庆跟媳妇 因为工作的关系 一直是分居两地生活 他想 那我为什么不给媳妇 写一首歌呢 表达一下 对她的歉疚和爱呢 于是 老公赚钱给老婆花 这首歌 应运而生了 歌一写完 大庆第一个 就唱给了媳妇听 当他唱到 老公赚钱给老婆花 老婆你不败家 这句歌词的时候 他媳妇突然不高兴了 说你这歌啊 它哪儿哪儿都好 但你这败家这词 我不喜欢 大庆搞不明白 那我这一词 我哪儿不对劲了 怎么不好了 就去问小方 没想到小方听完之后 他居然也不喜欢 因为老公赚钱给老婆花 整首歌都特别的温馨 可是败家这词吧 那一出来就感觉像是 媳妇被警告了一样 整首歌这氛围 一下就被破坏了 最后大庆妥协了 决定拿掉败家这个词 双十一购物节 这首老公赚钱给老婆花 一经面试 瞬间火爆网络 老公赚钱给老婆花 老婆一定要舍得花 听说过给老婆花 钱是犯法 弄不好还要被抓 好多人都说 那这首歌简直就是 为女人量身定做的吗 紧接着 他们又创作了 败家媳妇 这首歌堪称是 老公赚钱老婆花的 男人逆袭版 没想到比前一首歌 反响还有热烈 网络点击量达到了 八个亿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 如此高人气的歌曲 却让大庆小邦 遭到了各种质疑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刚才那个他们听的 那个特别专业 感觉就是单个拆出去 参加什么清歌赛 也能拿一讲 过奖 你知道一般专业的 都特别高 不愿意什么接地气 你们怎么想到 做那么一个接地气 你这不叫挨地 你叫深入到地里边 怎么想呢 我特别不理解 你们是不是破云生计 想尽快红 才选择了这条道 这个我感非常肯定的 不是 这个在后来的时候 我们俩组合成立之后 才体会到这一点 其实刚开始写歌的时候 没有想到 只是说我们尝试 看看能不能放下自己 学了那么多年音乐 说实话 写一点比较难的东西 很容易 但是真正写特别简单的歌 大家又很喜欢 这个传承度又高 其实是一个挑战 大庆我相信你这话是真的 你大庆这话 说了一个道理 小草和大树 一样都在构成 美丽的世界 前段时间我们听到一个词 叫A41 我自己还被理会了 拿那纸拍照了 但我知道一夜之间 你们就一晚上吧 把这歌给创作出来了 是吗 对对对 因为当时我们俩也是 在拍那个A41 结果我有 你真有 对 他没有 我也有 只不过是横板的 咱俩一样 咱俩一样 对 结果拍着拍着 我觉得咱俩应该写首歌吧 就这样 顺口就把这个歌就唱出来了 对 然后当天晚上我就编辑 第二天我们俩就录制 对 因为我们好多歌是跟社会话题系相关的 对 对 只要话题不断 我的歌就不会断 只要适合我们单人小方来演绎的话题 那我就可能用歌的方式来传达出去 而且我觉得你们的触角 这个伸得非常远 一个是热门的话题 还有是身边的人 是不是 也会是你们创作的对象 没错 而且其实我们大部分歌 当时创作的时候 都跟这个广场舞这个苏苏阿姨相关 我们写了很多歌 只要一吹出来 大家都特别愿意用这首歌来做这个舞曲闭上 应该说你们的歌曲一堆人都在唱 尤其是在刚刚我们说到这种大城堂河 对大街小巷 今天也来了一批忠实的粉丝啊 来我们掌声欢迎他们啊 大火的歌蕾 的呀呼嘿哦嘿 大火的歌蕾 的呀呼嘿哦嘿 大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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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火大火大火黑 大火嘿 你为我唱歌 要唱就唱了大火的歌 大火的歌来 大火跳后 大家火健康又快乐 大火的歌来 大火唱 大家火火火山 好生活 嘿嘿的嘿土地儿 爱人转牛羊歌 白白的白雪山 吉祥里要拉松 黄黄的黄土高博 心天又唱不够 绿绿的绿草原 奔腾着烛酒鸽 你呀你成为 大中国风格 共上节旨意 大中国渴瑟 雅虎也不为 无处不唤得 你唱啊我奈何 最唱的好中国 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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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谢谢谢谢 哎呀这一顿跳啊 累吗觉得 不累还可以 身体真好 哎呀我想问问你们平时跳广场舞的时候这选择歌曲的标准是什么呢 哎呃我们选择的标准就是荒派的嗯激情的有一些力度的 非常非常喜欢是吧非常非常喜欢都能唱吗你们都能唱吗唱会歌唱都会唱都会唱啊一般排一个舞要多长时间呀呃一个晚上 他们一个晚上写首歌然后你们就排一个舞对对对 没有我们还高杂对你们就是他们歌一出来你们就排对对是的有没有邀请过他们加入到你们这行列里跟你们一块跳一跳那我们要邀请到我们太高兴了可是找不到 其实大姐我告诉你今天来大星小方要做广场舞的演唱会而且是全国巡回演唱会咱们不去那个维也纳也不去那个金色大厅也不去体育馆我们就到各地的人民广场嗯跟我们的这个大姐们一起来共度一个还不是一个愉快的夜晚是一个愉快的白天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期待着大姐第一站就到你们那儿啊 好的好的我那广场可大了啊哈哈哈哈好嘞谢谢各位大姐啊谢谢你们谢谢 但是我有一点啊这广场舞室大家跳挺开心但是好像难免有些质疑说你看那个最炫民族风大家都跳是吧小苹果大家都跳像刚才那个名二位的歌大家也跳 他是不是有能说有这个神曲吧好像保鲜期特别短嗯过个三个月就得换了而且他没什么内涵肯定也不少人这么质疑你们 你们怎么回应呢这种事其实我个人很喜欢神曲这个这个称呼真正的神曲是指你旋律特别简单但是呢传播又很广泛 其实全世界最大的一支神曲也是最小的一支神曲啊就生日歌嘛哦对对对对对就全首只有一句歌词对而且所有人都会唱所以呢大姐小苹果其实一直想做类似这样的神曲我觉得如果你们做的作品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流行多少人听只要他们让这个社会有正能量他就是对的 不要怕人不要怕人说什么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跳去吧有人说大庆小方的歌又土又俗但是大庆小方却说他们的土是本土的土他们的俗是通俗的俗他们创作的就是属于老百姓的音乐 的确在这样的广场情歌里大家一起唱唱跳跳真的是既快乐又健康而这也是大庆小方的魅力所在吧接下来的这位歌手他的歌没有那么的欢乐甚至有些忧伤而这些歌都是在讲述着他自己的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几年没见了啊 以诚哥 对啊 好久不见 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看看你最近改变 胖了不少 我就喜欢实事求是的人 我这满怀激动的一下就被交了交量了是吧 我问一句因为啊你那首《窗外》和另外一首歌其实有点对仗啊就是是谁在敲打我窗啊原来对对对是你是吧对对是问是谁在敲打我窗 打 今夜我又来到你的窗啊 咱们乐归乐 我就问一下后来那女孩和你 就是你真把月亮挂他们家窗户上然后自己就闪了是吗 还真是 这真的是一段非常遗憾的 凄美的爱情故事 所以这首歌其实是有感而发 是一种缅怀 对 这首歌是作曲家牛昭阳根据我真实的爱情故事写的 那么在后来的这几年您还在创作歌曲吗 我一直都在坚持着这个我毕生所追求的音乐梦想 1999年一首《窗外》红遍大江南北 这首歌描述了一段质朴纯真的爱情 让听者回味无穷 随着这首歌的深入人心 人们对它的演唱者李琛也充满了好奇 这个拄着双拐的歌手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其实在成为歌手之前 李琛曾经是西安中国画院的一名画师 每天画画生活安逸 在外人看来 李琛从小患有小儿麻痹症 这样的生活对他来说 简直是再好不过了 可是李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在歌厅当助唱歌手的时候 经常会有老板 客人点我唱政治话的歌 我总是以我不会唱政治话的歌为由而婉言谢绝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让我唱政治话的歌 就是因为我们都主着双拐 那么呢 我不是不喜欢他的歌 也不是不会唱 我只是不愿意站在舞台上唱政治话的歌 我可以和他很像 但是我不想仅仅指向在肢体的残缺上 成名以后 大江南北都火了 这个心结解开了吗 后来跟政治话同台演出过很多次 他真的是我的榜样 但是我一直都没好意思跟他说 我曾经是那么的喜欢他 我的第一个榜样是宝尔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边的男主角 我在小学的时候就硬被我妈妈逼迫 看这么厚的宝尔 我说你让我看这个干嘛呢 然后一看 哦 这个是 宝尔是一个盲人 眼睛看不见 那我是腿走不了 他眼睛看不见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搞不懂 后来我知道了 原来我妈妈是要让我学她一样的坚强 学她一样的快乐 学她一样的热爱生活 然后后来还有一个榜样 就是张海迪大姐 后来就是郑志华 因为我看到她能组着双拐 唱那么好听的歌 我想要的是 我真正能够成为一个 称职的一名歌手 大家也认定这个人是一个歌手 所以我现在成了李琛 其实我还很抵触另外一个词 残疾人歌手李琛 我一般都会建议 我说你把这个残疾人放在后面 歌手李琛 逗号他是残疾人 歌手没有残疾的 只有人因为某种疾病 或者是伤害 会有肢体上的残疾 职业没有残疾 好不好 其实在李老师 在说自己故事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大屏幕上 一直在后面 有很多的标签 有窗外 音乐梦想 一曲成名 北飘青年 我想问问今天在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当中 有哪些是北飘 举手 很多 我也是 其实我在想 我们常常提到北飘 我们会讲到要坚持 我们说要有梦想就可以 但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真实生活当中真的在遇到我 就是在追寻梦想的那个路途上 我不知道该怎么走 我现在就是没有钱吃饭了 没有人赏识我给我机会 我要怎么坚持 我想我们可能也很想听听李老师跟我们讲讲 当初您来北京的时候您也说过 您常常会回想起西安 您能给我们讲讲这段岁月吗 很多次真的是想放弃 很长时间找不到歌星怎么办 也做过 那个中介公司 拿这个密码码电话本 然后我就给人打 打完了以后就 喂 先生你好 我们这里有那个二环哪儿的 一是房子 一居是房子 多少多少钱 你要出租吗 你要租吗 然后人家特别的气愤 我是打呼机 跑到这个马路边给你回电话 你真讨厌 咣当就摁了 这还算好的 多数呢 喂 我是什么人家 咣当 一声都不吭 现场的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 我现在有时候接到 喂 你好 我们是银行理财的 你需要 我直接就给摁了 但是摁的时候 有一些心痛 因为原来我就是电话那头的那个人 每次和我妈妈通话的时候 我妈总在电话里说 如果不行你就回来 不要在那儿硬撑着 但是我走的时候呢 是没有一个人同意的 我非常坚持的 我觉得我一定能撑 我有一天如果回到了西安 一定是荣归故里 绝不能是落荒而逃 只有在心里坚持一个 自己最初的一个梦想 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 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 我在这里祈祷 我在这里迷惘 我在这里寻找 在这里失去 北京 北京 刚才我们聊到了北漂青年 李晨老师在来北京的这段 关于事业上的故事 现在让我们接下来聊一聊爱情 今天她的爱人和孩子 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我们现在有请 来我们欢迎李晨的妻子小爱 和他们家可爱的小宝贝 跟大家问上好呗 大家好 我叫李晨征 大家好 问一下小伙子啊 嗯 你觉得你爸是个什么样的爸爸 你评价一下自己爸爸 呃 可能吃苦耐劳 呃吃苦耐劳 吃苦耐劳 啊这是一个 对吃苦耐劳 我天天在家洗衣服搓地 哈哈哈哈 还有吗 高大威猛 聪明智慧 哎呀高富帅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我没说他自夸 哈哈哈哈哈哈 你看儿子都看不下去 我没说 因为我周围有好多西安的朋友 就是陕北的汉子吧 耿直 但不一定浪漫 哎 当着面我就问了啊 他干过什么浪漫的事 然后你就觉得 这辈子就是他了 他没干过浪漫的事 你看我就说吧 确实是 哈哈哈哈 没事没事 你们肯定都不喜欢我 因为我真的一点不浪漫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很奇怪 因为西安出很多著名的歌手 你看郑军啊许葳啊 包括李成老师 他们都很会唱情歌 对 怎么会生活中不浪漫呢 反正是没跟我唱过 我还跟你没唱过 再说一遍 怎么着 没给你唱过 对没有 那怎么就打动你 让你决定可以嫁给这个人呢 他挺幽默 喜欢讲笑话 跟他在一起很开心 然后别的就没有想那么多 到现在了 我也没看出 有过什么特浪漫的 特甜蜜的那种回忆 必须在一起的理由是吧 对 我就特别奇了怪了 当初他怎么追的你呢 是我追的他 你够勇敢的呀 那我反过来问问李老师 那当初小爱是什么 吸引了您 那个时候就是 都愿意跟对方在一起 觉得互相有一个依靠 其实我这是因为 有一个内线的消息 据说最终这个两位 能够幸福地走在一起 少不了一个当中 很关键的人物 今天他也来到了 我们的现场 谁啊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的这位 特别来宾 来 有请李明奇老师 欢迎李老师 大家好 大家好 李老师刚才一上场 然后我们就发现 李称老师立刻就说 来妈 您坐这儿 您坐这儿 叫得特别自然 怎么就直接叫妈了呢 这个已经叫过多少年了 叫了至少十四五年吧 十四五年 我们在二零零一年吧 在广州一块拍过一部电影 我演妈妈 她呢就是演我的儿子 就是这样 从那天开始 从那天开始 我们娘俩也没断了联系 从那天开始 这个妈妈就叫了 一直叫到今天 那李老师 我不知道您在后头 刚才有没有能听得到 我们前面聊天的内容 就关于这两位是怎么认识的 谁先捅破窗户纸的 然后最后怎么结的婚 两位一直就是说不到那个地上 我们可着急了 我们就想听听您给我们讲讲 这两位到底这个恋爱经过 是怎么回事 当时呢 我们在广州拍戏的时候呢 这小爱呢 是我们李琛的助理 一般的来说 这个助理呢 都是这样 喝水吧 另外 说你要去干什么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要走了 她对人要求可不是这样 过来以后 她那话说不完 这件事 那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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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这么多 她脸上从来没有说过 没有笑容 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不论是工作上的事 还是生活上的事 我就感觉到啊 哎呀 真是的 她是都到位 她是特别严格 可是呢 最后呢 把事情都做得那么好 哎呀 我觉得就是天长日久了 就是这样 我觉得特别可爱 难得的这样一对 最后这个是我给挑的 哦 原来超过只是您给挑开的 我给挑的 我正好去韩国演出 妈跟我说 你买个东西回来 正儿八经求婚一下 这生妈没摆掉 跟生妈的事还做了主了 哎 我觉得这一对啊 真实的太难得了 没错 而且还有您这么一个婆婆 简直太完美了 我跟你说呀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就从这儿她俩 我这心呢 就离不开了 是不是啊 一直我就是 真是离不开了 是